朋友们大家好 又开始做晚饭了 今天吃辣白骨 肉饼火锅 酸汤口味的 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味道 备菜有磨叶粉丝 已经用开水泡了 还有豆芽 豆腐果 洋芋 娃娃菜 备菜很丰富了 今天下了一天的毛毛蚁 温度有点低 有20度不到 所以特别适合吃火锅 白骨煎成小块后 放锅里煮熟 加盖煮30分钟 现在来把肉末拌一下 在中花 酱油 胡椒粉 淀粉 给它搅拌均匀 加点油 锁住水分 给它弄整一个肉饼 锅里放点猪油 姜蒜炒香 加酸辣椒 红酸汤 小番茄 翻炒一下 把小番茄压住汁 加适量精水 烧开后 把料渣捞出来 加盐 鸡精 胡椒粉 换上小底锅 酸当锅底就做好了 加上豆芽 辣白骨 肉饼 豆腐果 羊育粉丝 给它煮10来分钟 辣椒面 蒜末 葱花 折耳根 酱油 盐 味精 木姜脂油 小心那碗不放 放上酸汤 这个辣椒水特别好吃 辣白骨肉饼火锅 煮好了 加点葱段 小鞋出饭了 朋友们吃晚饭了 今天吃的这个火锅 感觉非常非常好吃哦 天气稍微冷一点 就特别想吃火锅 当然天气热也想吃 先吃一块 辣白骨 我在蘸水 加了12根和木姜脂油 就特别的有贵州味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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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饼 我加点 来吧 好不好吃 小鞋说这肉饼很好吃 那就多吃点 来 我吃这豆腐果 豆腐果 来点肉饼 豆芽 每回吃火锅 都要多吃饭 而且菜吃的还多 所以吃火锅就很容易长棒了 这个木姜脂油 刚刚吃的时候可能不习惯了 你吃习惯以后 就会特别好吃 就会觉得特别好吃 味道也很特别 这豆腐果 吃火锅的时候 放上起鸽 很好吃 我们贵州 前两天还是 气温还是30多多 三十一二吧 然后一下雨 今天就下降到10多度 20度了 前一点还是夏天 后一点就进入冬天了 感觉 我把你加吗 又吃完了 嗯 再吃点呗 小心又吃饱了 这娃娃菜 娃娃菜应该熟了 永远都吃不腻的娃娃菜 在蔬菜里面 在有叶子的蔬菜里面 我最喜欢就是第一弯豆尖 第二娃娃菜 豆腐 煮的特别入味 现在 不知道你们 不知道你们吃过 芭蕉玉粉丝没有 很好吃 我在其他地方 在外省 不是其他地方 是在外省吧 很少看到芭蕉玉粉丝 那就得美味 白果 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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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吃 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